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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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一直没有被盗墓 却一直没有被盗墓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瓦头 要知道中国古代瓦头 每一位地瓦的屏幕都难免被盗墓被盗墓 尤其是在赶头换墓时 前头的瓦头有很大的负责 而被盗墓 可是明秀林却没有被盗墓贼瓜固 对此一时 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给了答案 原来朱元璋拿出给自己修建 林牧师确实是好意着盗墓 不太财用了杂的瓦头 还是盗墓的小心思 明秀林还是接触着石头山 同龙道而建 而且 而且这个 产品由上摩下挖了一个生子为主的灵魂固体 由种下走入下体 从内部当中建立的雪宫 虽然这种方式分开了马上 但是从中建立的雪宫 到墓里从中央左右 很难交出啊 在这个墓穴上 确实说 造成了大量的鹅卵石以及沙子 一半的墓穴被炸了 墓顶的这个鹅卵石和这个沙子就外 受到了冲击 向下倾险 不再将墓到淹没 还有可能被 还有可能夹这个盗墓贼也被捏买 除此之外 墓穴主墓到这个修建在一个 撇皮的斜角处 而不是传统的修处在中央 这样一来 盗墓堆即使挖进这个墓穴 也很难搞到 墓穴主体所在 如此周密的罚刀设计 确实十分走心 在地理位置上 明显的移植很靠近来进城 一旦盗墓底切来倒闭 弄出重力太大 就会经过这个成立 导致这个盗墓不动失败 而且它宣布在山口时期 无法开过华清 中央的灵穴 领悟了后面 还是诸悦到自己下场的指令 为的是让中央给自己开门 这可不是为的需要 而是为了让中央的墓穴 给自己打的盗墓堆 毕竟明显发明很难倒闭 最好 盗墓不上的这些盗墓堆 就会盗下去中央的墓穴 然后也继续跌出自己的墓穴 虽然是华底最富有四百九五十分 但是诸悦帐还是这个 不在自己的领悟的华道上 最继续跌出 正是生前生后四十八千 当然明孝林六百多年 都被盗墓被刮毁 还有一个历史 那就是明朝是在空气社会最后一个汉人政权 清朝取代明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了中约的汉人政权 无论是亲统治者 但是在靠亲人统治者的汉者放入都会为了答应民放 把这个人心底下 对这个明朝法令进行报复和尊重 这也是明孝林都被盗决的重要主义 不过 这一点注意到一段时间 好了 本期的节目 大家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 请订阅 点赞